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我們用到的FTP 那FTP裡面在Centos底下用的是這套VS FTP 那意思就是very secure 非常安全的FTP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在FTP的需求上面有哪一些 在公司裡面他可能 需要這個文件的交流 或者是共享 比如說 一個團隊裡面的夥伴呢 必須要去 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那各式其職都有自己要發展的東西 所以可以拿這個FTP來共享 這些成果 然後呢有一些是比如說各位也從 網站上去下載過Linux的這個Image檔 這些都是 提供FTP服務的一個需求 那在一個伺服器的角度來看我可能提供的對象 提供服務的對象有 Stuff就是企業內部的夥伴 然後也有是給外面的 訪客來用的 或者是 像這個Linux的Image檔 服務的是不特定對象 所以我們稱之為Anonymous 匿名者 那他都可以去下載 這個檔案 所以這種呢是FTP的需求 好那FTP呢 他有哪一些功能我們來看一下 不同的 等級的使用者身份 包括User Guest 跟這個Anonymous 我們在 伺服器上面有帳號的這一種 我們稱之為實體帳號 實體帳號 也就是說他是公司合法的 使用者 他在公司的伺服器上有件帳號 那訪客的話就是這個人呢他並沒有 在公司有帳號但是還是要提供讓他可以 去 下載資料 這是屬於Guest 那另外一個呢是匿名者 這個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那 在這個FTP裡面 他有一些 命令記錄 還有這個 登錄檔案記錄這些 再來呢我們可以針對使用者可以活動的範圍 然後進行限制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Change Root 就是讓 這個 在 伺服器上面有帳號的使用者呢他 沒辦法隨意的去 到別人家裡面去看這些資訊 那這個部分呢好處就是說 可以讓這些這個 使用者呢 進去的時候只能在自己的家目錄去下載或上傳資料 這樣安全性比較高 那再來呢是可以把使用者的工作範圍呢 局限在自己的家目錄底下 才不會去影響到其他人 再來FTP呢他可以限制使用者 在家目錄之下去 去取用的話 但是呢有一些人 他必須要去 這個 比如說系統管理員他要管理資料 所以呢他是他要有權限可以去別的地方 去做 所以在這個 伺服器裡面 FTP的部分他可以 把這個 一般的使用者呢用 CH root的 的方式呢 把他限制在自己的家目錄底下 做活動 然後呢這個超級 管理者呢他可以把他列一個清單 他就是在 名單上的人呢他就可以到別的目錄下去 這是他的一個 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FTP的運作流程 FTP呢他的命令列通道就是 一開始我們在連線的時候所使用的通道呢是POR21 21號POR 那這張圖呢是鳥哥的這個網站上面 所接用過來的 好那資料通道他是用另外一個 20號POR去做資料的 這個傳送 所以 要連線的時候 雙方要去做三項交握 那 從右側的這個示意圖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台電腦呢是屬於Knight端 那我要下載資料的時候我去跟 SERVER做聯繫 所以我去他的21號POR跟他講說我要連線 然後他就傳一些資料回來 好那Knight端這邊呢 這些軟體他就會去 他的21號POR 跟他溝通 然後取得說我自己會開 這個 某一個POR 那你資料等一下伺服器就往這個BB這個POR來傳送 所以呢這是由Knight端主動告知 由Knight端 主動告知伺服器 請你傳送到BBPOR 然後他資料就往BBPOR去傳 就進行下載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種是屬於主動式的連線 所以主動被動呢 角色 是在Knight端 來看 好所以這是一種屬於主動式的一個 FTP 好但是呢各位去想想看 我們Knight端去連SERVER FTP SERVER中間假設有一個NAT或者是有一個防火牆在中間 那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比如說 這邊 我一樣是Knight端在這邊他中間有個防火牆然後面是SERVER 那我在 從我這邊出去之後 從我這邊出去之後 我會先遇到我們自己的這個防火牆 那我們自己的防火牆出去才會到SERVER端 好那我這時候呢我的AA是不是就傳出去了 好去跟這個SERVER端去連線 21號POR 這個SERVER公開的POR 然後他就連線 然後確認這個SERVER是存在的有開機的 那這時候 這個Knight端我們還是以剛剛的模式去告訴 告訴什麼 這個 SERVER 伺服器 FTP SERVER 告訴他說請把資料往BB號 POR傳送 好那SERVER也把資料整理好之後呢 透過20號POR把 資料傳送給Knight的2BB POR 可是還沒有到 這個Knight端的時候中間因為有防火牆 那防火牆當初在開的時候並沒有 開BB號POR給人家用 甚至裡面沒有做轉POR的動作所以呢 到防火牆的時候他發現風暴是要給一個特定的POR 那這個POR未開啟所以就把它丟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個Knight端這邊呢 他告訴你說成功連線但是 始終沒辦法抓到這個目錄清單或者是資料一直沒辦法傳 很多狀況都是因為 這個防火牆在中間造成沒辦法傳送 所以這種呢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怎麼辦呢 解決的做法就是 使用這個被動式的這個連線模式 好被動模式的部分呢是怎麼做呢 那Knight端呢一樣是發起說他有 下載資料的需求給SERVER端 好那SERVER端的21號POR收到之後呢 那這個Knight端 就啟動這個被動模式 SERVER端也要啟動被動模式 然後Knight端去設定被動模式呢 告訴這個SERVER說 我等一下的資料 要往哪邊傳呢 就告訴他這個回應 然後呢這個SERVER端就會告訴 告訴這個Knight端 所以等於是 這個 由Knight端來講他是 被動的 接到通知 被動的接到通知通知什麼呢 通知說SERVER這一端 SERVER這一端我開了一個POR 麻煩Knight端呢 等一下呢 資料 上傳的話 由那邊去傳 然後接收資料也是由這個POR 所以這個開POR的部分 回到我們前面 我們這邊開POR是Knight端自己去開 說我BB號POR要做資料的傳送跟接收 這是 在 這個原始的狀況 我們說主動模式底下會這樣子但是呢 缺點是防火牆會做阻擋 於是呢我們現在也就不用說這個等 等這個SERVER端 把資料傳過來然後呢 有Knight端這邊 這個接受 所以 Knight端被動的收到SERVER說 SERVER那邊要開的POR是多少 所以由這個Knight呢 送資料往那邊傳 然後接收資料從那邊下載 那這個就是被動模式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呢 正中間的防火牆的部分 他都是 由這個 LAN這邊出去的情況 所以呢他就可以達到一個什麼 他就可以達到一個資料傳送的一個目的 好 那 FTP的安全性的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SSH後來非常的完善了 所以 這個就出現一個叫SFTP 也就是說FTP呢他走的是SSH通道 那走這個通道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資料都加密過 所以資料在傳送的時候也相對安全很多 所以呢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就不要再用其他的 你直接用SFTP就好了 可是在很多情況我們還是需要FTP啦 比如說我們要把 一些資料呢 這個分享出去讓人家下載 這個還是有一些 需要呢是SSH 因為你SSH 沒辦法做到就是說 在伺服器上沒有帳號的人可以下載資料 這沒辦法 所以一定是要在這個 伺服器上面呢是有這個帳號密碼的 所以呢我們還是有FTP的需求 安全的問題上面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要隨時更新FTP的版本 那因為 這個有漏洞出來通常就是 會讓人家Patch 那再去隨時的做更新 然後呢你可以用防火牆來規定 可以使用FTP的 網域 那這樣可以 避免全球到處都有人 連過來 假設你的 這個站台鋪路 那 這個 你怕太多人知道造成你的 系統的負擔 那你可以用防火牆的方式來去 決定 哪一些網域的 電腦可以來抓取資料 哪一些是不行的 然後呢透過 TCP Warper的 這個函式呢 這個設定來規範可以登入的網域 增加他的安全性 做這個 設定存取的一個範圍 好那 用FTP的設定呢 讓你的FTP 在不同的使用者他可以使用不同的這個權限 那另外呢用Super Demon的方式呢 來管理你的FTP server 好那要注意 使用者的家目錄 跟這個匿名者使用的目錄呢 他的檔案權限 所以你只要把他設定好基本上都還是蠻安全的 好那如果不對外公開的話 那你要把 FTP的POR呢 修改成其他的POR也可以 這樣安全度會更高一點 OK那你也可以 使用這個SSL 好那如果說你用FTP S呢 就是代表說 你不是用SSH但是你用的是TLS 好就是網頁的那種加密機制來做 資料的傳送也是可以 那我們在 VSFTP的這個設定上面我們來看一下他有哪些特點 第一個呢他是 這個 VSFTP的話 他的 啟動者身份是一般使用者 所以 假設你的VSFTP呢 被利用了其實他危害程度其實是比較低的 因為他的身份呢 不是像其他的作業系統管理的 這個 權限高的 Process 他是一個 權限比較低的一個 Process 所以他不太會有影響到 除此之外呢 他也可以利用CHROOT的這個函式呢 來對這個使用者登入之後的行為呢做控管 好那 這個系統工具呢不會被 VSFTP 誤用啦 所以他安全度是比較高的 好那任何需要比較高層 層 他不會影響到Linux本身的安全 好那大部分的FTP上面所使用的是 的這個額外功能比如說 DIR或者是LS呢去顯示資料 然後呢CD呢是切換目錄好這些都已經整合到 VSFTP的程式裡面 也就是說 DIR跟LS這幾個指令呢 平常我們在Linux的 Terminal上常用 可是呢你在 用FTP連線 進去一個SERVER的時候 你也可以下這個指令 可是這個指令卻不是 Linux裡面所提供的這個BASE BASE介面的這個 指令 所以他呢還是在自己的程式範圍內去做 所以呢他的這個運作呢 蠻順利的 但是呢他不需要系統的額外 的圈線 所以他的安全度是比較高的 那來自用戶端 又讓這個使用者的這個 層次呢 去操作一些其他指令的話 那需要比較高的這個授權 那像這一些 比較高的授權呢 通常會被作業系統認為呢 這是不可信任的這個 要求 所以呢他就 都會把他的功能呢 受限 所以比如說 CH-ON 或者是LOGIN等動作呢 都會被限制 好所以呢使用CH-ROOT 可以讓這個使用者 透過FTP在連線的時候他不會到處趴趴走 安全度也比較高一些 好那CH-ROOT的作用是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CH-ROOT的意思就是 ChangeRootDirectory 好那這個部分 這個ROOT不是超級使用者那個ROOT 這個ROOT是指 你一般使用者登入 系統之後的加目錄 加目錄 所以他講的是使用者 好所以CH-ROOT必須 好有這幾個設定 比如說 CH-ROOT LOCALUSER CH-ROOT LIST ENABLE 跟CH-ROOT 好然後LIST FILE 這三個設定要一起合作才能夠完成 那講的這幾 這三個設定是用在哪裡呢 等一下我們講 在VSFTPD 底下的一個 好設定檔 我們等一下會去看 好所以 這三個要一起合作的話那怎麼做呢 就是CH-ROOT LOCAL HOST LOCAL USER 要把它設定成YES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個使用者登入之後只能在自己家目錄去做瀏覽 下載上傳的動作 好那除此之外呢CH-ROOT LIST ENABLE 他就是什麼 要告訴這個 系統說哪一些人在名單上的是可以 這個 不需要受到CH-ROOT的 的權限管控比如說超級使用者 所以這部分呢有點像是白名單 白名單的意思就是說我列在這個 名單上的都是可以到處跑的其他都不行 我列在名單上的都可以去 給予權限到處去逛 那沒有在名單上的都不能去逛 那一旦呢我們這個CH-ROOT LIST ENABLE 一旦啟用之後 你一定要去加這個檔 CH-ROOT底線LIST的檔案 所以他的設定的這個參數的 名字叫CH-ROOT LIST FILE 指向哪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一定要存在 就算裡面是空的一個帳號都沒有也可以 也可以 至少就是要有個檔 然後沒有內容 這可以接受 所以呢如果說你有做這樣的設定 好麻煩去把這個檔案建立起來 CH-ROOT LIST的部分 好那使用到的軟體跟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 VSFTP要安裝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SUDO然後DNF Install VSFTPD就可以了 好安裝完之後呢就SUDO 然後呢System Control 然後Start VSFTPD 好那如果說你要開機之後呢 他自動啟動FTP功能的話 那請用SUDO System Control 然後Enable VSFTPD OK 好那怎麼樣去設定VSFTP的這個 設定檔呢 基本上你就是去開啟在ETC底下 有一個VSFTPD的目錄 在那個目錄底下他就有一個VSFTPD的 config檔 那這個檔呢是主要的設定檔 所以呢你去開啟他就可以去做 設定 那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在 VSFTPD所使用到的設定檔呢 他的項目 他的參數跟值之間呢 是用等號來做連接 兩邊只要有一個是空白的話 那他就 屬於 參數設定不完整 所以各位 這邊要特別小心就是 假設你是 想要去改VSFTPD的 config檔 這個檔案裡面的設定 那不管你是要加或減呢 設定完之後 等號兩邊不能留空 這是要注意的 好 那詳細的這個VSFTPD呢 也可以透過MAN5 MAN5VSFTPD.config 那他就可以做一些比較詳細的說明 同學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好所以在設定的時候呢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VSFTPD的這個設定檔 那裡面呢有這個Anonymous Enable的部分 他是用來支援 這個匿名者的登入 從這邊設定承諾代表說我們目前是不允許 匿名者去登入 再來呢LocalEnable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 機器上面 的這個 實體使用者能不能去使用這個 伺服器 那在這邊我們設定成YES 就是本地端的實體使用者 他是可以登入的 在WriteEnable的意思呢就是說 使用者上傳資料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寫入伺服器 好那我如果把這邊改 設定成 WriteEnableYES代表什麼我可以上傳資料 而且正確的寫在寫入到這個 伺服器裡面去 好那剛剛有底下有一個設定就是說 當你上傳檔案或者是你透過 Knight端在連線的時候你希望去建立一個目錄 比較方便管理 所以你一樣用什麼CH 你用 MKDIR Mac Directory 然後呢給一個名字他就幫你建立一個目錄 好那建立好目錄之後呢 那你也可以建立檔案 可是我們在設定的時候為了避免什麼 為了避免說你開了一個 目錄結果他的權限變成777 讓 這個其他使用者有機可蹭 一旦設定成777 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可以去存取他 這樣子比較不保險一點 好那開檔案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 所以假設呢我們希望是透過這個什麼 這個參數設定 讓最後 你只要是開目錄都不會是777 而是什麼 755 我們讓使用者上傳的時候我們不希望他 上傳一個資料 然後這個資料呢 裡面有程式檔 程式檔又是 被 可以 被執行的 那要怎麼樣避免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把檔案的權限設定成644 這樣 其他人就比較不容易去使用到他 那除此之外還有 Directory的message Enable 就是說 那個目錄底下如果 可以的話就是顯示檔案的列表 檔案的內容 FERLOG 然後Enable就代表啟動日誌的記錄 然後他的位置呢 我要去設定他 他會儲存在VAR斜線 LOG底下的 XFERLOG 就去 對應到那邊 好再來呢 連線的時候要不要用20號POR去主動連線 那你這邊可以試情況去 跑跑看 那我們在這邊翻例是用YES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日誌檔呢 假設他的格式 要用標準格式 所以這邊STD代表Standard 標準格式的方法 來做 資料的儲存 好那各位看到這邊listen呢有兩個 一個是listen 那上面這個listen呢是針對IPv4的部分 那底下是IPv6的部分 好那IPv6的這個listen呢同時也包含了IPv4的這個listen 所以這兩個只要挑一個來開就好了 那像我的話在這邊 案例就是說 IPv4的部分把它關掉 好那我直接用IPv6的部分把它設定成YES 因為他IPv6跟IPv4都會 開啟 這是他的一個設定 好那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支援PAM的模式 進模組進行管理 那再來就是 User List Enable 就是說你可以去 把這個可以使用FTP的人呢 名字放到ETC底下的VS FTPD底下的User 底線List的這個 檔案 你只要把它加進去 他就是 可以使用這個 主機的這個 帳號 FTP裡面 他有兩種模式 一個叫做 監聽模式 叫Standalone 那另外一個叫Super Demon的 模式來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好在 傾聽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FTP呢是提供給整個網路 網際網路上的人來用的話 好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呢比較適合用Standalone Standalone 好那如果是透過 XINET XINETD 這個Super Demon來管理的話 如果呢你是給公司內部的 成員呢使用FTP 那很建議使用這個 所以這邊呢簡單的去區別一下 你用Standalone 公司內部公司外部的 這個人都可以去用 好那如果是你是用另外一個 XINETD的部分呢 他就只有企業內部的人可以去使用到他 這是他的一個差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設定檔 設定檔的部分呢 你可以 透過Anonymous這個匿名帳號或者其他的實體帳號呢進行登入 然後呢Anonymous的家目錄會 被建立在好你安裝好就會 在VR底下建立了一個FTP的這個目錄 專門呢來儲存給匿名者 去上傳或下載資料的地方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設定成沒辦法上傳就只能下載 好 那如果說你把它設定成這個CH root 就是他只能在自己的目錄底下 去別的地方都不行 好 那 在這個 ETC底下的VSFTPD底下一個 FTPUsers 裡面 有這個 存在的帳號呢 都沒辦法使用到這個 VSFTPD裡面的這個PAM的這個函式 好那 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透過ETC底下的hosts 你要允許還是拒絕 來當作基礎的防火牆 OK 好那當 用戶端好有任何資料的上傳跟下載的時候這些記錄呢會被 儲存到VAR底下的LOG 底下 XFER LOG 會存在那邊好所以在 假設呢好你到公司發現 這個SERVER的 情況有點怪怪的 那你可以去檢查這裡面有一些 記錄 好那如果說要讓VSFTP呢 使用伺服器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時間 當地所在時間的這個 設定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 USE LOCAL TIME LOCAL TIME的這個形式呢來做什麼 管控它的時間 讓這個時間會是在台灣台北 好那我們來用實力的跟各位在進一步做介紹 比如說針對實體帳號的設定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希望呢 在設定的時候用台灣地區的這個 時間 伺服器的部分 再來使用者登錄的時候呢 會顯示一些歡迎訊息怎麼做 等下 等下來看 電腦裡面在Linux底下 這個系統帳號呢通常ID不會超過500 所以一般的這個用戶 一般實體用戶 可以做什麼資料的上傳下載跟建立目錄以及 修改檔案這些動作 好那新增使用者 使用者新增檔案的時候或者是新增目錄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UMASK的方式來設定 好那你要設定的時候就是把值設定成002啦 事實上你比較好還是做022的這個 設定 讓這個安全度稍微高一點 好那其他的這個主機呢 好可以 那個設定只能好就以預留的當作 好設定就好了 所以各位從右邊這張圖來看好這是截圖 好那你看到這邊有下這麼多指令 好就是在設定我們的伺服器 好那這邊有一個PASSIVE ADDRESS的部分好就是網址 是多少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就是說你看目錄 你建立一個目錄或者上傳一個檔案的話 那他在伺服器上建檔開目錄的時間 他要怎麼樣他那個權限呢要怎麼樣去做 確認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剛剛我們看到一種做法就是用什麼UMASK 好那 來看一下好 所以呢如果說你是 在 VSFTP上建立目錄的時候他預設的這個檔案的 這個權限是0777 但是呢我們希望他 建立完這個檔案之後出現的是077 0755而不是0777 這是兩者之間的差異 再來呢就是VSFTP在上傳檔案的時候他的預設值呢是 666 666 但是呢這樣比較不安全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 這個 不在考慮內的這個 權限呢我們把它移除掉 好那移除的話 我這個範例錯了這應該是644 這是644 好這是644 所以各位可以把UMASK呢看成是Local UMASK的這個設定檔 那把 相對應的位元除掉 這邊底下一個例子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呢是 你開個目錄的時候的權限 好然後第2個是UMASK的部分 UMASK在這邊 然後呢 這邊底下就會做什麼 就會把這個位元拿掉 所以他一旦被拿掉的話本來是11就變成101 好那這邊也是11就變成101所以變成755 好那這是11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第一個數字1呢代表 這個 好第1個呢是使用者 可以讀 好read 中間這個是write 後面這個呢是execute 可以執行 好所以可以透過這個UMASK的方式來設定他 好再來呢我們建立了這個VSFTP的config檔之後呢 好那他的一些主要設定 主要的設定值有哪一些 比如說我們要建立歡迎的訊息 然後呢建立限制 系統管理員 登入的這個 帳號 然後呢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好這邊就是屬於什麼 V VSFTP底下的這個 User User清單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好這個就是 UserList的一個目錄 你把它CAD出來你會發現有這一些 都被Denied掉就是他不能去登入 如果說你在VSFTP底底 Config檔裡面加入一個UserListDenied的這個設定 好那這個設定如果設定成Node的時候 那在檔案裡面所存在的這些名字呢就可以 允許 存取 允許存取FTP 那如果你的UserListDenied的話 就變成什麼你把它設定成YES 就代表說檔案裡面的都會被禁止 所以當UserListDenied 設定成YES的時候 清單裡面都變成是黑名單了 只要是這些黑名單的都不准進來 好那在一般情況底下 這個UserListDenied假設定成是Node的話 假設定 設定成Node的話 那代表 這個呢是屬於白名單 就是在清單裡面的是允許的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實體帳號 底下的SecureLinux的液體啦 好預設情況底下 SecureLinux是有防護的 那他是不讓FTP登入的 好所以呢我們看一下我們可以用SUDO Get 這個SetBull Get這個SecureLinux的Bull 他的這個布林子 好然後-A之後呢Grip 後面加FTP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列表 好那本來這些都是設定成Off的 像這個ConnectAll On Reserved 這個 設定呢本來是Off 好那你要把它改 改設定成On的話 指定在這邊就 SUDO Set SecureLinux的Bull 好 然後呢撿大P 這是大寫的P 然後呢FTPD 底線Connect 底線All 底線 Unreserved 這樣子然後最後設定成一個1 那就把這個指設定成On OK然後再來這個是第二個 把它設定成1 好讓他可以去存取 更多資料 好那如果說你要讓實體使用者進入 系統之後可以去對他 該使用者 自己本身的這個 呃 加目錄呢 去存取他 那你就要把這個 TFT FTP 然後呢Home Directory的部分設定成On 那他的做法就是 SUDO Set SEBull -P 然後呢這邊是T FTP 這邊少寫的一個字母 這邊是TFTP 把它設定成1 這樣子呢 一般使用者 伺服器上的使用者才能夠login去存取資料 好那對使用者的 這個部分呢做CH root 那各位可以去 剛剛我們有講過 你要SHROOT LOCAL 然後USER 變成YES 好然後再來你就告訴他說是不是使用清單 是的 那你就要告訴他這個清單在哪裡 所以 我們把它放在ETC底下的VS FTPD 好那至於底下這個帳號 是不是 這個目錄呢 這個檔案是否存在呢 你就一定要去建立他 如果本來沒有就要加 如果 有就看看裡面的 帳號的設定是否正確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啦 在設定server的時候 其實呢我們 我已經事先的去 跑過了 所以 你在安裝的時候是sudo 然後呢 DNF -i install istl 然後呢 VSFTPD 好那告訴你他已經被安裝了 好所以安裝完之後呢我們現在就切換到 ETC底下 底下的這個VSFTPD 底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很多的設定檔 那最主要的設定檔有這個VSFTPD 這個 那user list 我們剛剛講說chroot的 我們要限定哪一些人 把名字寫在這邊 這個是chroot list 好那這個是user list 這個是用來說我們剛剛有些哪些帳號是denyneye或者是可以 登入的 也可以透過這邊的管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udo vim vsftpd 點config檔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一些設定 list 請聽 這邊是node 那這邊是IPv6 我們剛剛已經有介紹過為什麼是 只開一個 因為IPv6呢他有向下相容 所以IPv4會被打開 一開始因為我們現在要測試的是實體使用者可不可以連線 所以我們就anonymous enable變成node 然後local enable yes 你如果這個是node的話代表使用一般使用者是不能進來 然後writable就是你要讓他可以儲存儲存資料 上傳嘛 所以就yes 然後再來是local umasc022 做遮罩的部分 在這樣的遮罩設定底下 你透過遠端登入 下載ftp的這個 ftp連線的這個部分呢 建立 目錄的話他透過022的設定所以 你那個目錄一旦建起來就變成 755 那如果是你上存檔案的話 上傳檔案 他在透過022的這個 參數設定之後呢 檔案存到 SERVER上的硬碟 他的格式 他的權限呢就變成 644 644 底下有這個directory message enable 就是 他可以用來顯示 你所在目錄底下的這個 檔案資訊 然後再來就是 紀錄檔的 這個部分 日誌要不要啟動 當然要 不然出問題你要知道 是誰搞的鬼 你需要有日誌 好那是不是允許20號破連線 當然是yes 好那你剛剛的日誌檔要放哪裡 這邊的指向是放到VR底下的log 底下的xferlog 這是他的一個設定 當然你可以換位置 好那 這邊呢 是 這個 檔案 做日誌的時候的一些規則 那 上面呢 按照標準的方式來記錄 再來底下是 等待多久就把它踢掉 那這邊是 600 600 毫秒 600秒 600秒 那60 秒 60秒 是 1分鐘 好那600秒就是10分鐘 如果說10分鐘的連線呢 你還沒有完成他就把你踢掉了 就讓你 也重新連線一次 好那再來是資料連線的這個時間呢 如果超過120秒 如果超過120秒不能的話 就做 好那各位會發現好各位的這個Timeout Session Timeout 好像跟我的設定 預設者差很多 因為 這個部分呢是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所改的 那一般不需要設定到這麼大 通常就是60秒或者是 FTP Banner Welcome 這就是你連線之後他會出現 Welcome to哪裡的這個FTP 那這個 自己可以改啦 比如說我要Welcome to Check FTP Server 他有一些資訊可以去 看 好然後呢 底下的部分 CH root Local user 這個我們要把 使用者先進在他家里面 然後我們 有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 所放的位置是CH rootlist 地點在 EDC底下的VSFTPD 好那還有什麼設定呢 在List 這邊是Node 底下的 IPv6呢 設定成YES 好然後呢 這邊多了一個 Allow Writeable CH root 把它設定成YES 好 然後呢 Userlist Enable呢 做YES 然後呢這三個請同學加一下 PSV PSV 然後Enable等YES 然後PSV Minima 也是 給兩個 一個是Minima MaxMaxima Pose6000到7000 這個是 基本的設定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架的是虛擬機 好那 各位想想看好你從 你的微軟的作業系統要連到 V VirtualBox的這個界面對應的NAT到 你的虛擬機中間有一道 所以你必須要用被動模式來做 好設定完之後存檔離開 然後呢就 SUDO SUDO SYSTEM CTL START VSFTPD 好那啟動了這個VSFTP 然後如果說我希望開機的時候他就可以 自動啟動的話我就是用什麼 SUDO然後呢SYSTEM Control 然後Enable VSFTPD 點Service 這樣子他就寫進去了 好然後呢記得我們的防火牆要把FTP加上去所以SUDO Firewall 然後CMD Add 那我們記得之前的練習減減什麼Zone 等於什麼Public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需要這個開啟防火牆 允許 讓這個FTP通行所以我們叫SUDO然後呢Firewall D Firewall然後呢-CMD -Zone 等於Public 然後呢-add-service 等於什麼FTP 然後呢 -permanent OK OK 好那因為我已經之前就寫進去了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然後呢是YES對不對 Success 好接下來呢做什麼SUDO SUDO之後做什麼 Public SUDO 然後呢Firewall -CMD對不對 -CMD 然後-reload 這樣子 他就會把防火牆剛剛的設定呢就載入了 好這時候能不能連呢 麻煩同學 先做一件事 剛剛一開始忘了講 你在設定的時候啊 我們當初網路的 設定的部分 網路設定我們本來就只有開80號POR跟443POR對不對 在做 這個POR的設定的時候 好那所以請同學呢再加兩個POR進來 一個是 21號POR一個是20號POR 那你在HOST的POR上面一個是4021一個是4020 這個是要在關機的時候去加啦 你的這個虛擬機關機的時候加加完再開機 OK好那我剛剛已經做過所以 我就不用再存檔 好那你 好那你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可不可以 傳輸資料 可不可以連線 好那各位呢去Google上面 然後搜尋一套軟體叫FireZera FireZera他有兩個 版本 一個是屬於 SERVER的 那我們不管他 那我們現在下載是這個FireZera的那一端 好那下載下來之後呢你就把它安裝好 好那我已經事先安裝過 所以我們就 跳過安裝的過程 好那FireZera安裝好之後的樣子會像這樣 然後呢這時候你就建立一個 連線的主機 然後這邊呢就是輸入你的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要建立一個 站台 右邊這邊資訊就是你的這個主機 好那我們的主機呢 這邊吼是 這是我自己的虛擬機啦 所以如果說 好那我們在FireZera這邊呢建立新的站台 好然後各位看到host這個就是你虛擬機的IP 好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虛擬機你可以打127.0.0.1 好那我在這邊自己的是 然後我們的Port我們剛剛自己設定是 4021的那個Port 然後底下呢你就選Normal 這邊有一些選項你可以選Normal 然後呢User是誰好比如說我們剛剛的是用這個 密碼呢好自己Key 然後呢 後面的這個Transfer Setting的部分呢我們就選這個Passive 被動模式 好被動模式然後按OK 按Connect他就開始去連 來看一下 出現問題的 Timeout Persive 好我們看 之前是 看一下 19216821 2041 我們是讓他主動偵測啦 好 假設我們這邊選這個Transfer 是D4 OK OK好那這樣子就成功了 所以 各位可以看得到在這邊呢 因為我呢是屬於這個 呃 沒有列在那個 清單裡面的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各位有看到好這邊有一個叫做 CH rootlist 然後Cat 好這裡面 列表裡面放的就是誰可以 趴趴走 Kevin他可以趴趴走對不對 這邊是Kevin可以趴趴走 所以我現在不是 Kevin 我剛剛登錄的是我自己的帳號所以呢你會發現我只能在自己家里面逛 對不對 我最多這上一層就是只有自己的 不能出去 好那假設呢 我們用這個 Kevin 這一樣是我的虛擬機對不對 剛剛我們有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Kevin是屬於可以趴趴走的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Kevin登錄之後的樣子 Kevin進來你看他 除了自己之外還可以到 這個home這邊然後可以到最上層 還可以到 這個其他的 OPT 什麼 大家都可以去看 所以他可以到 別的地方去趴趴走 所以這就是屬於什麼 可以到處逛的部分 好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影片之所以這麼晚才錄的很主要一個原因就是說我在四連學校的時候呢出現一個 蠻麻煩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學校的伺服器上面的設定 各位可以看到在 學校的Server上面 虛擬機上面的設定也是一樣 我的設定呢差不多 但是呢我這邊有多一個 各位注意一下 我這邊多了一個Passive Address 要加這個 其他的設定基本上就差不多 好可是呢我這樣 設定完之後呢 也一樣啟動了 這個 這個FTP之後呢 防火牆也開了 那 Secure Linux 那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這個呢是我的 筆電上的虛擬機 然後我們用 SUDO GET SEBOOL 然後呢 -A 顯示全部 然後GRIP 針對FTP的部分來查 好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邊 我們的 這個 TFTP Home Directory 按 OK的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Full Access 也是按了 再來呢 這個 FTPD ConnectAll ConnectAll Unreserved 也是按了 這邊 跟我在學校的這個虛擬機上面的 SUDO GET SEBOOL -A GRIP GRIP FTP 你會發現呢 都做同樣的設定了 可是這時候呢 我用FTP FireZera呢我去連 學校的主機 假設我有個帳號呢叫JACKJOW 然後呢這邊設定也是選PASSIVE Connect的時候呢 他就等等了半天之後出來一個 50 illegal port Command Fail to retrieve directory list 啊就是 你有臉嗎問題是 看不到東西 看不到檔案列表 因為他出現問題了 那試了很久之後才發現原來是 學校為了 這個數位化教學員 聚教學所以他多加了一個VPN的設定 所以在校外的同學呢你可能要開 VPN 各位 知道怎麼開VPN嗎 各位可以到這個Google這邊吼 然後開啟學校的 好 我先告訴各位從哪邊 去 去 找資料好 這先把他移旁邊 各位看到在學校的這個網站上面的一個叫做支援 網路支援的地方 點下去 網路支援呢 那這邊有一個 亞洲大學VPN 點進來 好點進來之後你在這邊key入你的 學生的帳號跟密碼 學校的這個行政資源進去之後 然後呢他就會下載一套去安裝這個叫做 Pulse Secure 好那 一樣會跳出這個輸入的這個帳號密碼的部分 然後呢connect 他就會 取用VPN的方式就去連 好那連了成功之後你就會發現他在這邊呢會有一個 常駐的程式在這邊 這時候你再用FTP再去重連一次 在重連之後呢會等一下下的時間然後呢他就ok了 他就可以抓到檔案列表了有沒有看到 現在就出現檔案列表就正常了所以 這個影片之所以會這麼久才完成就是 我一直在想辦法解決 為什麼在 學校裡面的FTP呢我們這樣子 一樣是虛擬機中間透過一個 NAT的連線然後我們在校外校內 連線有這麼大的差異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再請同學多注意一下你如果要連學校的VM 就是我提供的VM 那麻煩呢請 透過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VPN來做 好那在 這個 回到我們投影片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是實體使用者的連線 那怎麼樣去連 那如果說你要 讓 這個 只有匿名者可以登入 那一般的這個實體帳戶不要讓他連的話 那他的設定值 有這些 這是我們的情境啦我們是要讓匿名者 預設登入的根目錄是在 使用FTP這個 帳號然後呢 他的資料是放在VAR底下的FTP 那匿名使用者呢他在使用FTP的時候呢 他 他會被CH root到這個目錄底下所以他沒辦法到處跑 OK那在這樣的一個需求底下我們要怎麼去做呢 就是在這邊 我們要設定Anonymous Enable 等於YES 再來呢這個No Anonymous Password YES就是 匿名登入者不需要輸入密碼 然後呢再來這是Anonymous Maximum Rate就是最大的這個連線 速度啊設定層是這個 1MB per second 然後再來就是 資料連線 資料連線的過程呢不要超過 如果說delay超過120秒沒有回應就把他斷線丟掉 再來呢這個匿名者呢如果超過10分鐘沒有動作就把他斷線 那同一時間呢可以上線最多最大的人數是50個人 所以這邊是Maximum Connect 50 然後再來呢是 同一個IP呢最大連線數是5個 5個連線 這不是5人啦這是5個連線的意思 然後呢他使用這個台灣地區的時間 然後底下這邊呢有歡迎的訊息 好那 接下來呢你就是把他切換到哪裡 你就把他切換到這個 VR FTP底下 你可以去建立一個目錄是讓人家上傳的 你就 Upload是讓人家上傳的 把這個全線 改設定給FTP 那FTP 就可以 可以透過 Anonymous就可以透過FTP的全線去把資料上傳上去 好 所以在這個 設定的部分 設定檔 在前一個設定檔底下我們沒有寫到 就是要再加這個 WriteEnable要設定成YES 那這個 Anonymous Other WriteEnable的部分呢 就是YES 然後Anonymous MacDelector WriteEnable也是YES 好然後 也是要開放 Anonymous UploadEnable就是讓 匿名者可以上傳 那在Secure Linux的部分呢要開放這兩個 就是允許FTPd AnonymousWrite 設定成1 那另外呢就是 Full Access也設定成1 好然後除此之外呢你不希望 這個 上傳上去之後呢 其他的這個 不可以下載匿名者上傳的檔案 避免這個病毒傳播 那 你可以這麼做 你除了設定這個之外 然後WriteEnable 把這個刪掉 WriteEnable把它刪掉 好 再來呢就是 CH CH ON Upload YES 再來是CH ON USERNAME 等於 DAMON 那設定成這兩個設定之後呢就可以讓這個 匿名者呢他有上傳 的權限但是呢他不可以下載其他匿名者上傳的這個資料 OK 好所以像 假設呢我在這個 上課的時候請大家繳交作業 那你繳交作業的時候檔名是用學號那你只能上傳 上傳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可以看 但是呢你不能說我看到別人已經上傳了我去把他的 作業下載下來 這是不可以的 好那後面的這一段匿名者的部分呢 再請同學自己練習一下 可那端各位可以用Firezilla去連 然後呢 虛擬機的部分 各位去試一試自己的虛擬機你能不能連 還有學校的虛擬機 FTP可不可以連 那以上是這個FTP的介紹提供給各位參考